Layu聊世紀,天天中心,大家好我是Layu 今天來看維靜人對上法蘭克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出生點位大約三點鐘方向的維靜人 Balance 維靜人的特色是他的步兵血量特別多 而且他的經濟加成是斯基利國2裡面 經濟加成最好的文明 他的免費的輪軸技術跟手推測 讓他的經濟增長非常的迅速 甚至不需要這些研發成本跟時間 可以端一些村民 維靜人的打法除了步兵之外 攻兵路線也是值得一看的 雖然他沒有母子環 射數稍微差了一點 但是他有金冠狂暴戰士幫 對,傷害可以多加一點 所以強奴可以高達11點的傷害 非常的痛 維靜人他的馬是比較弱的 沒有品種也沒有耕種技術 所以在遊戲的前期時刻 可能還是只能先出一些弱馬 城堡是在打攻兵 帝王是在打步兵的一個路線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MBL 這邊選擇的是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特色呢 是他吃果子速度特別快 而且有免費的農田技術 那他的騎兵路線呢 有血量20%的加成 而且連馬弓都有 但他馬弓是非常爛的 利用時代沒有三級射 也沒有三級的弓兵鎧 甚至沒有母子環安全的戰術 所以打馬弓的玩家們呢 都已經下去了 那法蘭克人呢 後期的主要還是打這個遊俠配槍兵 還有這個步兵的路線 都是比較適合法蘭克人的 後期還有火炮火槍 所以可以依照戰場的情況去轉兵 也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的部分 MBL左邊這塊黃金 位置有點遠 但還好還是偏後方的位置 那這塊黃金就很尷尬了 前面還有個小高地 那沒有關係喔 法蘭克人的城堡 價格非常便喔 直接插一根堡 在這個高地上 防守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那家裡的部分 正面這個大空地也是個大問題 因為這個地方是非常難圍的 不管你是要這樣子圍 圍到底 這個地方都是一個 很好讓對方有一個立足地的地方 那不管怎麼說 現在的阿拉伯要圍死 都是比較困難一點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Balance Balance這邊地圖 兩個附金都在偏前面的位置 但是兩個的位置 都沒有像MBL這麼靠前 靠敵人的位置 這是比較偏外側的 但是他的主金呢 就是偏正面的 所以這張地圖呢 兩邊的問題都是黃金的位置 但是Balance這邊更嚴重 三塊金都靠正面 這個就會相當難受了 比較好消息是 他的墓區比較多 有兩片墓區可以用 MBL則是只有一片墓區而已 相對起來的話 他算是 墓區好一點而已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 打法吧 那我覺得 法蘭克人對上 維基人喔 算是一個很經典的對決 兩個都是始祖文明 法蘭克人跟維基人 而且維基人的球長科技呢 可以對奇兵加 額外增傷非常多喔 所以對MBL來說 如果打奇兵路線的話 又遇到維基人走步兵路線強攻 那可能就會有點難受了 所以 法蘭克人 這邊如果走馬 可能會很難打 但是不走馬 也會很難打 現在法蘭克人 沒有192有效的話 這個壓制力喔 還是差蠻多的 畢竟他的指輔兵火槍兵 或是 垃圾兵槍兵之類的 這個影響力喔 實在是 不像192有效這麼的強啊 好我們可以看到 維基人 法蘭斯三隻棒棒 已經出門了 喔不只是三隻喔 四隻棒棒來了 四隻棒棒 他也是在繞了 MBL這邊高速維加 那MBL呢 他也是 紅牛盃結束之後 我目前在天梯看到上的 非常非常努力在爬天梯的一位選手 MBL是真的非常非常努力喔 他打了長次喔 是非常可怕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MBL 現在紅牛盃打完 回來的努力的現況 是 戰績是如何 那這場比賽呢 我也一樣是沒有看過結果的 我也不知道他們後面會怎麼打 所以 是跟大家第一次看一下 MBL 法蘭克 這個文明會怎麼打圍巾 這一點我是蠻好奇 好 MBL這邊是選擇了三肉馬 出門 法蘭斯這邊是決定 要用四棒棒去敲掉這個馬舊 MBL這一波直接手撕 這隻村民應該是有機會拿下 但是這一刀沒有出去 對傷害只要硬吃 成功拿下 OK 這邊細節秀得很好 那三隻肉馬 目前還可以繼續輸出當中 好 那現在這裡的部分 兩隻棒棒 還在 就是騷擾當中 一四隻棒棒 好 直接升到風箭實在 轉了裝甲 圍巾開局六裝甲 各位 這個打法相當特別了 通常危機人不會出到這麼多裝甲 那可以看到他的裝甲步兵 血量是54滴血 非常的厚 跟這個法蘭克的 赤猴 前期的血量加成是一樣的 所以兩邊都是一個 單位有血量加成的文明 一個是騎兵 一個是步兵 好 裝甲步兵也是 風箭時代比較 需要吃黃金的單位 就只有兩個單位 工兵跟裝甲 好 就是需要吃黃金的 那巴拉斯這邊 挖黃金的話 經濟自然 不會到非常非常好 因為挖黃金 雖然可以通過買賣 但是一買賣就虧 所以經濟增長不會那麼的快 大概這是些微的差異啦 該必要買賣時候 還是需要買賣的 好 那六隻裝甲還在繼續輸出 這裡拉了兩隻村民 一隻修理 這裡拉了第三隻村民過來 想要維修 為什麼不拉法木的呢 好 肉馬出來直接輸出開打 這一波 打了幾下傷害之後 把村民圍起來繼續修 馬就沒有放棄 三隻肉馬 還在前線 現在MBL壓力很大 他在想到底要不要不要轉工兵啊 先把槍兵解決掉 肉馬就可以上去打 好打第一波 裝甲往後拉 不能打 馬就血量補起來 裝甲不兵繼續輸出 MBL為了修這個馬就 資源修了很久 畫了三隻村民 好兩邊可能要開打了 這一波 有一個集結 肉馬被尻掉了一隻 現在六隻裝甲 壓力繼續給 但是好消息是 MBL的馬就 已經 守了下來 開局六裝甲 裝甲開 巴朗斯 現在 有點尷尬 不太知道該怎麼面對這些職業選手們的想法 現在巴朗斯 遇到毛兵 反制方法 可以出肉馬 但是出肉馬 是打不贏MBL的肉馬 人家有血量優勢 MBL這邊有移動速度優勢 直接追著打 這邊巴朗斯高打低 想要回頭反擊 巴朗斯這邊是很小心 好 毛兵可能要被追上 但是沒有關係 肉馬兵不多 先把槍兵解決掉 一個沒周報 幫忙輸出一下 剩下一隻槍兵了 MBL 把槍兵解決之後就要硬打 OK 搞定了 這個槍兵拿下之後 撞了一下 裝甲步兵傷害死在太高 把MBL的肉馬 打到只剩下沒幾隻 結果這一波交換 肉馬直接硬尻 把裝甲步兵全部拿下了 漂亮 MBL 這波打得很好很好 但是巴朗斯也是利用這一段時間 讓自己的資源可以升到城堡時代 在巴朗斯這邊上城之後 可以考慮轉型走工兵路線 有沒有補射箭場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決定是走馬 哎呀 跟法蘭克走馬 路線挺微妙的 那什麼情況下會讓圍巾人走馬呢 第一個就是城堡時代初期 出個一兩隻馬 去壓制對方的毛兵 跟肉馬 很有用 但是到了遊戲的中期呢 可能就沒有那麼好 還是必須要轉這個工兵路線 或是走重裝長槍兵 防守法蘭克的騎兵路線 還有這個僧侶路線 會比較適合城堡時代的防守 跟這個壓制的打法 再來就是轉這個重裝長槍兵 配上城堡的壓制打法 這些都是圍巾人 對上法蘭克的很好的轉型 跟壓制打法 當然圍巾人最有優勢的還是他的經濟 所以呢 還是會比較建議 開下3TC先開農 先把經濟農起來 最重要 好 這邊有手推測的關係 現在村民移動速度非常快 TC已經蓋好 開始撒農田 NBL 騎士已經到了前面 好 這裡是走一個馬的路線 NBL 這裡 木牆打不掉 飛球了回來 好 補不起來 這邊 這邊是選擇了3TC NBL 騎士4隻 初來反制 血量20% 免費的品種 直接壓制 微技能的馬 而且微技能的馬 沒有跟蹤技術 NBL這邊跟蹤技術一好 這個騎士就要被追殺了 來看一下這邊加速 追上 砍到一刀 但是要砍蠻久的 應該可以追到加里 那就要看加里有沒有生侶 看起來是有 這裡有在按 好 這裡有一隻生侶 在鏡塔下面 這兩隻肉馬 想要抓掉巴蘭斯的生侶 巴蘭斯這邊很小心翼 好3TC已經補完了 好這裡肉馬一隻 巴蘭斯也是出掉了一些肉馬 把這個生侶給抓掉 這樣變成打這個生侶戰 好現在肉馬趕快追刺頭 反正我有跟蹤技術 你的肉馬沒有 好這不是比較慢一點 好這裡直接補了4TC 6裝甲轉4TC 這是什麼概念 直接打最農 OK 那這邊可能要轉中裝長槍兵了 好這裡一隻生侶被拿下 上面這個生侶遭翔 必退了MBL 好巴蘭斯果不其然 點下了中裝長槍兵的升級 一個很標準的 偽金人開農防守式打法 中裝長槍兵 配上生侶 全部走防守 不然這些騎士衝進來 幫他死生火士無法治理了 太難了 太難了 這個 真的會直接爆炸 哈哈 這個騎士是讓有點短 只能說法蘭克的經濟就是這麼的好 哇這邊村民直接圍了兩個木牆 兩隻生侶直接被招降掉 好這裡再兩隻生侶再繼續招 好 結果這兩隻生侶沒有及時招到 但是 順利的收到了 沉 沉的東西裡面 家裡趕快圍 這裡有個洞 再繼續圍 還有洞 再圍 右邊還有個洞 圍 OK全部圍起來 但是左邊還是有個洞 MBL這一波衝了進來 打了非常多的傷害 燈旅又成功造成到了一隻騎士 這一波衝進來之後 巴蘭斯槍兵來不及成型 MBL這一波衝鋒 打的時間非常好 看一下 這一波 法蘭克人能賺到多少村民 現在村民死傷並不多 巴蘭斯保存自己的村民數量其實很好 只剩下七村八村 巴蘭斯村民數現在領先二十村 被多抓一點也沒差 最重要是槍兵要趕快按趕快按 這裡暫時不能按村民 要全力按槍兵 不然這個村民按下去也是白打 也是讓MBL爽爪而已 這一波死傷來到了十一村 當然死防守還是做得很不錯 我們這隻騎士 有招搶到了 下面的槍兵 最後要解決掉這些騎士了 這裡再圍一下 這裡再圍一個洞 下面再圍一個房子 下面再圍一個房子 槍兵要戳 木門 木牆木牆 這裡來不自己圍 生女招翔 那就不用圍了 好全部搞定了 最後收下 最後是招翔掉了 五隻騎士 這裡繼續補下更多的村民 現在村民樹稍微拉近一點點 但是並沒有拉近太多 好NBL 覺得自己這波衝進去賺了很多村民 但其實很少 只賺了十二村 二十二隻騎士進去 結果連二十二村都沒抓掉 一隻騎士 很抓不到一村的情況 這一波NBL 血虧 好NBL 現在要趕快補村民了 PC趕快再開 又開了一個在前面的位置 那BALANCE這裡是把上面的附金給守住之後 主金有劍塔 那左邊這裡還有一個黃金 待會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那這跟城堡蓋好之後 目前上方的這些墓區 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現在打兩槍兵過來 法輪客人現在要打你 只能轉奴炮或是指輔兵 那最重要的是要趕快插寶 對要趕快插寶 但是你這邊插寶 應該是來不及了 危機人果然是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配上城堡的壓制 非常非常的標準 好這裡聖鱗再繼續招翔 聖鱗被砍掉 旁邊騎士被抓掉一隻 但是 槍兵果然已經控制這根城堡 這根城堡 勢必要取消 NBL這邊要補一個新的城堡防守才行 是要補在門口這些位置 這個防守可能低調 補這個位置可能也不錯 好 盧炮一出來 騎士上前 手撕一台盧炮 第二台盧炮有機會拿下 應該是可以喔 重裝長槍兵 可以拿 結果騎士又叛變 我們又中出了一個叛徒 城堡沒有打算要起銷 重裝長槍兵沒有繼續被壓制住 這根城堡 欸 蓋得這麼後面喔 我以為他蓋得更前面一點 因為這個是有點距離阿 這個是高地阿 難怪也有點遠 可以看到這個射程喔 其實很短 根本射不到這個城堡 OK 那現在NBL點下了帝王時代 巴雷斯也點下了 兩邊都選擇了一個稍微斷村 然後升帝王的一個升級流程 巴雷斯這邊點下了二級農田 波兵鎧甲也點下了帝王時代 一分半左右的時間 NBL現在騎變路線 只有五隻騎士 現在沒有打算繼續出了 果然是鬼轉直輔兵 當然如果上帝王時代的話 直輔兵可能也不用出太多 稍微壓制一下給對方壓力就好 因為帝王時代還有更好用的東西 那就是火槍兵喔 所以NBL帶回帝王時代 化學要趕快補 火槍兵射箭場也趕快補下 應該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這裡四隻騎士 抓了兩村 當然是三村也被拿下 現在圍禁人開始轉步兵了 這一把圍禁人沒有轉攻兵 城堡時代是走了一個開農槍兵防守 那封建時代則是裝甲步兵 流程來說是相當特別的 居然沒有轉出圍禁的攻兵 好圍禁人點下了三級的步兵鎧甲 軟甲技術雙手劍兵 都已經點下了 走一個步兵流喔 巨型偷吃一也在開始製作當中 兩台巨型偷吃一開始準備要來攻城了 反而客人這邊是繼續轉出了支護兵 兩個城堡正在走這個殘人 那支護兵真的是不能一直出喔 因為到地龍時代會跟這個巨型偷吃一強產人 所以這邊支護兵帶回到地龍時代一定要斷一下 好這邊存了一些資源 這裡火炮按不下去 支護兵按的有點多 怕水先補 好這裡沒有打算產巨頭 沒有巨頭的話 MBL壓力其實會很大喔 因為他的工程來說會比較需要依靠火炮這個東西 但火炮現在出關還要等化學 在這一點 這副兵真的是強到慘的 看到這邊巨頭出的很慢很慢 完蛋了MBL 這邊城堡地出 細節沒有做到非常好 這個節奏可能會被對方帶走 但是他這邊很努力的 用其是想要去搬回這些烈士 這邊勝利再繼續招 然後再抓個 要置地了 沒辦法吧MBL 完蛋 最後三隻聖女拿下 那就不虧了 有虧但不多 被招牆之前還用了戰崗模式 所以招牆後也是戰崗模式 直接不理這隻騎士 漂亮了 好但是城堡 果然被拿下 劍兵勇士已經出發 維金人的劍兵勇士有84滴血 亞美尼亞的金冠 點下之後有100滴喔 但是這個是維金人 不需要點任何科技 只有的血量加成 也還算不錯 好現在4台巨型頭C 直接拆城堡 攻擊速度很快 火炮現在出來 有點太慢了 制服兵出來 擋得住嗎 有點難 傷害不夠 沒有三攻 制服兵 真的是出了個寂寞 完全打不贏 這些劍兵勇士 劍兵勇士直接手撕了大量的制服兵 制服兵直接肉身硬扛 危機人 三攻準備補下 制服兵已經潰不成軍 後方的城堡 盡肯的修起來 現在主要的輸出 全靠城堡 火槍兵現在正在暗 現在來到了 來到了 十三隻的數量 兩隻的數量 排成十三個 巨型頭C 被拆掉了一個 但是MBL加力也正在著火當中 這一波城堡交戰 就是由BALANCE拿下了 全部的單位 好 後面也再繼續補一根城堡 繼續給壓力 四個巨型頭C 最後被拆掉 只剩下 兩台 哇MBL 這裡不用騎士 居然在後面偷抓啊 OK 剛剛沒有看到巨型頭C怎麼被抓掉 只看到前面的制服兵直接炸裂 後方的 劍兵偶士 又再次BD 後面這隻騎士 還在抓 這裡已經抓了 兩隻村民 我以為是四隻喔 OK 那現在這個城堡 可能這次中午拿不下了 村民都被收在裡面 也被擊殺掉了非常多村 不然是這一波 大量的劍兵偶士 直接淹了過去 也不管你 到底是不是出什麼 反正我用是以量取勝 只要你扛不下我的騷擾 那我就可以用資源淹死你 反正的想法 相當的 簡單有效 但是火槍兵 也確實慢慢 扛下了 劍兵偶士的傷害了 好 繼續拉 OK 現在 劍兵偶士 還在繼續按 現在劍兵偶士 就是一直慘 一直吹 巨星偷襲 往前推進 大型劍塔 也開始出現了 維京人也蠻適合走 這個劍塔 防守流的 雖然他的加成 沒有像其他的文明這麼多 但在越來越多的 天梯上面 還有一些比賽裡面 可以看到維京人 用防污劍塔 去做出控圖的動作 或是防守 好 OK 現在火槍兵15隻 NBL經濟已經炸裂了 完全跟不上 維京人的經濟 維京人這把 完全就是用錢 砸死對手 怎麼輸 經濟已經來到了 領先 1萬1的左右支援 NBL 只能說 這把文明 真的是被 維京人 給counter到了 但我覺得關鍵 還是在城堡時代 那一波 22隻騎士衝進去 並沒有抓到太多的村民 反而讓自己的騎士被收掉 有點虧 那巴拿斯這邊 整個節奏都是打得很好 那地龍是在這裡 大量的劍勇 直接衝了進來 直接把NBL經濟 全部撕毀 手撕經濟 看到城堡 看到有手撕城堡嗎 直接走到城堡下方 但是這裡有圍 黃燈士 不是黃燈士 劍兵勇士 在這邊 想要繼續繞 這個是繞 繞了個寂寞嗎 但是這裡不能手撕城堡 後面有火槍兵 這副兵出來擋下 直接倒地 後面有更多的劍勇走了過來 這一坨劍勇就算送光 後面還有更多的劍勇 反正 劍兵勇士的黃金造價非常便宜 只要20塊 還十幾塊而已 好NBL這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巴拉斯 拿下比賽的勝利 最後巴拉斯出了141隻的劍勇 大量劍勇 直接讓你打到懷疑人生 量真的是太大了 而且量大就算了 血量又多 還不是一般的劍勇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巴拉斯拿到所有的資源勝利 怎麼輸 維京人經濟就是這麼的好 即使凡蘭克有4生物 但是只要遇到維京人的劍勇士 要是自己在出馬 對方一定會點這個酋長 讓自己的劍勇 又可以獲得奇兵增傷 怎麼打怎麼輸啊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謝謝